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8月9日 黄马恶斗AC 周一凌晨 球会友谊赛继续友好戏上演 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将面对 一甲强对AC米兰 黄马上仗居然连苏超冠军得主 格拉斯哥流浪都能输 军心散漫 不过AC友谊赛也遭遇两联合 双方此番相遇很大机会和气收场 众所周知 开季前的友谊赛 都是以练兵为主 主要是考察年轻球员和新园 还有给主力球员提前适应比赛 黄马在友谊赛中就遇到了 一般豪门球会所遇到的烦恼 由于今夏欧国杯和美洲杯的进行 而且休赛期变得更短 诸如夏萨特 宾森玛以及云尼斯奥斯 这些前场球员 都没有在上仗布迪格拉斯哥流浪的比赛中登场 相信他们会被安排在新赛季开始才登场 奥迪加特和洛迪高高斯这些年轻球员 加上重金引入的卢卡祖裕 将是黄马在近期友谊赛中重点考察的球员 不过就连格拉斯哥流浪都踢不赢 可见这般球员还需要时间来调整状态 此番面对实力不俗的 AC 黄马 还是没有胜算 球队能够保住一场合局已算完成任务 同样的状态其实也适用于AC身上 球队近期的友谊赛更多以练兵为主 上仗法定时间内打和华伦西亚的出场人数多达21人 年轻球员东拿利和新元基奥特这些球员都有登场 但类似基斯尔这些常规主力就没有登场 其实AC与黄马的渊源来自卡卡瑞卡尔的卡卡的转会 自从卡卡离开AC转投黄马之后 AC的实力每况月下更有连欧战都无法参与的艰难时期 而AC过去十年有过四次与黄马交锋 但这些交锋都仅限于季前的友谊赛 两队很难在欧战赛场相遇 幸好AC近年来终于看到了复苏的希望 18000墨玉金帐友商缺阵回归后 球队似乎找到了队中的领袖 上季更是获得一甲亚军的好成绩 经个休赛期 AC也不断招兵买马 物球保持争冠的实力 后背深度大 说明了队内充满竞争力 新元和年轻小将在这些友谊赛中绝对不能松懈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这些友谊赛中绝对不能松懈 这些友谊赛中绝对不能松懈 这些友谊赛中绝对不能松懈